我是吴若荃 大部分的朋友其實都很熱心 也有愛心 回想起來 我們總捐過發票吧 我們有時候也會買個玉蘭花 或跟身杖的朋友買口香糖 麵紙等等 透過個人的力量 有時候在公司裡面 同任員會團購愛心餅乾 但是在現在的企業 也非常重視這些公益的活動 我們來看看企業是怎麼樣 透過集體的力量 去創造更多公益的思維 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讓社會需要關懷的對象 都能夠透過企業的努力 而得到更多的支持跟照顧 這一次我要請到我的好朋友 來自富邦仁壽 富東通訊處的處經理 袁麗玉來跟我們分享他 熱心公益的經驗 好 我們來歡迎袁麗玉處經理 你好 若潛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知道其實你也是一個古道熱場的人 真的參加過好多的公益活動 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麼多年來 你自己比較印象深刻的公益活動 是哪一次 我們有參加很多 有素人 有敬勞 有小朋友的 有嘉年華的 其實我個人印象中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一次敬勞的活動 我上次跟你聊天的時候 聽說你因為這敬勞活動 還認識了長輩朋友 甚至還因為你的熱心 防止了一場詐騙案的發生 這怎麼回事 是的 這也是我們整個活動 始料未及的一個插曲 是我們一個夥伴 因為這次敬勞活動就跟當地的長輩們 成了無話不談的望靈之交 然後他把他生活上的點點滴滴 都會跟我們的夥伴做分享 其中包含他最近認識的一位紅粉知己 然後要步入結婚的禮堂 那因為我們覺得這個進展得太快了 所有夥伴經過一些深入的了解 發覺他其實不是真的要跟這個長輩要白頭偕老 而是基於他的財產 所以最後當然沒有成功的步入禮堂 這是我覺得也蠻特別的一個插曲 是 其實從事這些公益活動 除了幫助別人之外 我們好像也看到人生的白態 對自己內在的成長也可以帶來很多很豐富的經驗 但一旦我們自己要主辦公益活動的時候 就要號召同仁來參加 不曉得在您的單位裡面這樣的活動是怎麼樣去形成的 這個同仁都很樂意參加 還是你要去勸說他們才能夠真正的站出來呢 是的 這個活動其實公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 但是同仁們其實本來本身就大家都很熱衷去辦活動 也都蠻熱情 所以整個TO案出來其實大部分他們都出自於自發性 登高一呼大家就會覺得很熱情就參與了這樣的活動 消極上面並沒有遇到太大的一個阻礙跟困難 其實據我知道會從事這些保險業務的朋友們 本身都具備這種天生的想要幫助別人很熱心的個性 也因為這樣的個性不只能夠把自己的事業做得很好 也能夠因此而幫助到社會上面需要幫助的朋友 好 那麼在這麼多的經驗裡面 你們開始辦了很多的活動 那大概都是哪一方面的類型 你有哪一些類型的經驗 是你現在回想起來印象很深刻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 現在想起來其實類型還蠻多元的 我們從老人的敬老到小朋友的親子桌遊 到中間的面具嘉年華 還有一些生臟團體的繪畫活動 還有癌症基金會的一些援援會 還有在地零禮的一些就醫販賣活動 是 像您剛才提到有跟其他基金會合作 像個素人基金會一個畫畫的活動是不是 是 他們的理念是透過美學教育去幫助這些 重度 身障跟心理障礙的朋友 他們就從繪畫 從音樂裡面讓他們去發揮 我看到他們的作品都非常的天分 然後他們把它放在口罩跟T恤上面 可以幫助他們有一點收入 既能夠發揮他們的天分 又能夠將它商品化 而且這個商品還可能會成為 另外一項公益收入的來源 對不對 好 真的是讓你印象很深刻的活動 因為這要跟其他單位一起來合作 所以不只是發揮本身單位的一種熱情的力量 還能夠透過結合外面的公益的資源 甚至好像也曾經到社區去 把你們的這種愛護環境跟人的結合 公益的心放在社區的營造跟發展上面 我們辦了一個社區的紐寇嘉年華 那是位在整個台北市的一個迪化街的附近 一個沒落的紐寇街 那其實我本人住台北那麼久了 我也不知道有這個紐寇街 那它的確是因為整個永樂市場 布業外移 所以它們紐寇跟著也沒落了 然後當地我們就利用了紐寇 去製作一個義大利的那個面具 嘉年華 那其實那一天整天下來 大概也有幾百個人是製作了自己 人生的第一個面具 紐寇的面具 而且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很特別的活動 因為在台灣有一些社區 是因為產業外移的影響 造成他們整個的環境跟人口 都有很大的改變 像你剛才講到這個紐寇街 我小時候我母親是裁縫師 我也經常要陪他去迪化街買紐寇 以前的那個紐寇的商店 非常的有規模 你一進去那個店裡面 四面牆壁全部都是很整齊的紐寇 它各種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大小的分類 真的是琳琅滿目 可是現在其實你已經很難看到 這樣的商店 也透過紐寇嘉年華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可以去認識這樣的一個產業過去 曾經有過繁華的時候 然後我想你的同仁 在這樣的團隊裡面 大家都這麼熱心公益 那麼參加完這些活動之後 回到他們自己的工作崗位 或回到自己的家庭裡面 是不是也因為自己投入了公益 而讓自己的內在跟觀念有所不同 是的 因為我們接觸到了有生障團體 有老人 有小孩 還有一些沒落的社區 其實我們共同發現 其實蠻多老人是還蠻孤單的 然後我覺得透過我們一些活動 協助到他們 那一天他們的活動的笑容 你回到家就覺得 我們好像沒有這麼樣的熱情 對待我們自己的父母 所以我覺得 通過這些一連串的活動 你會回到家裡 會更珍惜跟家人 特別是長輩的一些相處的時光 也能夠透過自己的付出 回來重新看到自己生活裡面的需要 也能夠推起幾年 我們既然在外面都能夠照顧長輩 為什麼回到家裡 我們不對自己的長輩付出更多的耐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收穫 那現在台灣很多企業 都很希望也能夠投入跟參與 那麼在富邦集團 不管是在銀行 或在人壽產物各方面的單位 都有透過很多的活動 在推往這個ESG 特別為員工來設定這樣的一個 參與公益的平台 而且我聽說你還透過競賽 來獎勵熱心投入的單位 像您富東通訊處 在富邦人壽這麼多的通訊處裡面 你們居然就得到了 年度最佳社會公益表現 通訊處獎的前三名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樣得到這個獎項 那個得獎的秘訣 我覺得這是無心插柳柳誠硬 其實我們是從公司 一開始透過富邦 慈善基金會有非常多的活動 比如說公益大使 還有我們的小邦計劃 我們可以提出各種的企劃案 那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提出了 從剛剛跟各位介紹的 從老到小 服務的團體跟層面 是非常的多元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能夠 勝出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們不是針對單一團體 去做服務 我們是照顧到非常多元的 一個族群跟團體 好 透過多元性的參與 讓這個團隊在公益活動的表現上面 特別的亮眼 有了這麼豐富的經驗 得獎之後其實最難的就是明年 還要表現得更好 不曉得蘇經理對於下一個年度的公益活動 有沒有自己什麼樣的規劃跟想法 我知道你其實是一個非常關心環境保育的人 你是不是有什麼想法要做 是的 因為要跟以前要有所區隔 然後要有一點跟ESG這個主題能夠貼近 我個人是對於軟絲富裕這個議題 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 可是我們對於這個海洋的環保 其實你覺得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希望也能夠透過企業的力量 再把我們的一次觸角去 升到這個海洋的富裕生物裡面 哇 好有創意的一個思維跟計畫 那我想我們對於社會關懷的公益的形容 能夠結合這種企業的力量 再加上這個永續的觀念 我們從環保的觀念那麼擴展到永續的思維 都能夠將我們的熱情跟力量 來幫助這個社會 也來美好這個世界 那非常謝謝袁麗玉出經你的分享 也呼籲大家能夠盡量的參與公益活動 來幫助每一個人的生活 可以過得更美好跟更幸福 謝謝你 謝謝若全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看到的 成功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